这世上有很多代价高昂的东西 一刚开始都是打着免费的名义 摆在人间的货架上任你来索取的 千古以来都说爱情是无价的 无价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无法估量其价值 偏偏语文不好的有些人 就会把无价误解为无价格 无价格在经一轮脑补解读 推演成标价为零 好像也没毛病的样子 那就是免费的咯 这样的误会简直大到离谱 但有人就是会意向情愿地认定 爱情充满了很多的便宜可占 这世上最浪费人生的事情之一 莫过于耗费自己的时间去追求免费的东西 想象一下让天上真给你掉馅饼 就是一种非常浪费而又不太卫生的愿望 再则夜没那么多个灵妹妹可以从天而降 老实说光一个灵妹妹就已经非常让人吃不消了 只要是个有点脑子的现代女人 恐怕都不想活得那么吐血健康爹 度过红楼梦的人应该都领教了 书中那位灵性小女子是怎么占爱情便宜的 无穷直径耍性子 自己制造小剧场 换来各种吃到包的花式 哄骗 甜狗 豆M 男主就算性子再好 情感再奉沛 没有个三两三 怎撑得过第一百回 博命家人与多情才子 双双博命演出 索性都发生在小说里 读者们无论男女 合上书本 打可以心有余悸的叹口气 告诉自己 还好主角不是我 纵然爱情会凭空降临 我们也会在一刚开始 怀疑他背后有没有淡输 有没有卖神器 可一旦碰上几次 习惯了他的既定规则之后 就会再尝到一点甜头的瞬间 误以为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仔细想想 我们确实没少占爱情的便宜 只不过爱情这种情 从来就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在不看价格 不明代价的情况下 忽利糊涂的把爱情引进门 最后被陷人跳的遭遇 不管是字面上的 还是碧玉上的 天天都在上演 免费的账面上 说是不问代价 其实背后所标好的价钱 才是你不知道 也没能够算计到的 免费是一种惯怀人性 去随便浪费的文明产物 很多人不会想要珍惜 不劳而获的免费的东西 那么爱情中所有看似不问代价的 种种行径 也不免会被等同视之 本质上爱情带来的一切感觉 应该都是不问回报 有求有允的 可是为了成就这番感情 有人却必然的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最终得来了最难化解的受骗感 也许很多人所追求到的 并不是正确的爱情 只是看走眼 走遍路 落入了一种生成免费的陷阱 也许有人就是发现到了 打着爱情的名义 可以去随便碰瓷他人 而且成功之后 十岁之位 至此就凭那套闯荡江湖一辈子 免费的礼物 免费的餐厅吃饭 免费的情调与调情 免费的一夜情或夜夜情 免费的账户里打钱 节假日出游出国 免费的小路乱撞与虚荣 以及也可能哪天 堕出一台车子 一栋房子 或者恨空出世一个孩子 空欢喜也是免费的 空是免费 摆在欢喜之前 等于是把欢喜乘以零 只要是能花钱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最好不要动用人情去解决 更不宜支配情人 对你的感情去换取 千万千万别抠门 别琢磨着怎样可以不花一分钱的歪道 更别把主意打在爱情上头 以为可以顺便免费 不管是人情债还是情债 欠到最后都有可能每一个准确的数 这才是最可怕的负债总额 更可怕的当然还有 在有爱情相照的前提下 别人的付出好像都被穿上了隐形披风 根本视而不见 根本不觉得那样是在欠对方 这种人最欠贬 现实中不要说是免费 声称便宜的东西背后的意思 通常也是不便宜的 所以占便宜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占不了太多便宜的 便宜非好货 又它占得住脚的道理 吃肥丢瘦 陪了夫人又折兵 偷积不着十八米 豆腐盘成肉价钱 养肉没吃上 热了一身山 在爱情中 看似让人得了便宜海卖拐的状况 背后都不是你预料得到的 那么简单的 磅大款 吃软饭 入豪门 靠爱情尚未固然合法 即使是诚心而又目的的追求 也都不算可耻 但风险总是不可控的 弄得不好 尽身出户 不在少数 骗炮也是 居然还有人特别花钱去学 产兽者支撑感情教练 各种攻略 配上实际经验 在网上分享 开班开研讨会 首课 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的一个行业 美国大导演 基本诉求之一 是要学到不让对方感觉到你的骗炮很廉价 幻言之 这种事情也有极致的境界可讲 能把人哄得心甘情愿 逆情我愿的 叫做高情上约炮 一经摆脱 会被指责是骗的级别 既然这其中的诀窍 也还是要付出极许真诚 最起码要让对方感到真诚 真诚的欺骗 可真是大费周章的一种人心啊 难道就不能只有纯粹的真诚吗 欺骗就是欺骗 还搭上真诚去作为唐医 一个人的真诚 可以那么闲的美食干 那么矫情而不讲原则吗 会说出为了套一匹狼 而舍得拿孩子去诱狼的话 的哪类人 不是脑袋尽水 就是很可能 那孩子根本就不是自己亲生的 如是感情 是该被定义做为爱情呢 还是为了免费献交了高昂学费的教训 早已经被包装成一种高级知识在推广 以免得学徒们在尚未出师之前 立场太尴尬 个个都是菜鸟 见资深二百五 于是再蠢的结论也还是被视作高大上的 根本不是爱情的爱情 有时被当作没有找到真爱之前的暖身或练习 或一种针对极端经验的收集 也有的时候或许心怀侥幸 在等待遇观望着这种不按排理状态的质变 以为最后会变成爱情 还会觉得那样的发展很特别很浪漫 这情况出现在漫画书里的剧情最多 不妨干脆顿路享受一番就拍拍屁股走人 至于现实生活 那天也来成真一下 千万不要期待 那也会浪费时间蹉跎青春 都说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浅情的 往往可以透过跑路和人间蒸发来走壁 那些表示说个数的 在这个时代的人心解读下 相对异算是有心解决了 至于诚意有多少 似乎很难再进一步计较下去 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可以用起码没反过来 把你送进牢房的实际案例来做对比 比好的标准 用比篮的上限来划分 不管是在热恋中还是分手后 双方都有机会去争夺恐怖情人的头衔 如果不轻易碰触爱情的理由 纯粹是为了不浪费时间 那是情有可原的 有没有想过某人的感情空白 以及恪守正当付出的原则 其实可以成就宇宙之间某处的和谐 还要随便而突兀地问他人 为什么不谈恋爱吗 爱情很贵很贵很贵的 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爱情言语感谢你的停留 我们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